詞曲 李宗盛 譬如我們經常說 你多說廣東話、中文 但有時他很不自覺地用英文回答我 但我經常繼續跟他用廣東話說話 直至有時他要說一些很重要的事 或者他真的很想做到的事 他就會用中文來說服你 我說難道我們今天真的要洗頭 那兩天這兩天沒有洗頭 他就問媽媽我可不可以不洗頭 他之後還要說廣東話 他就突然拿一句整句句子出來 我就很驚喜 好了好了現在不用了 是有用的 我發覺小朋友很有趣 他們日常生活觀察到的事 無論是一些習慣 你做的事或者你說的事 他會先放在袋裡 他帶著然後他不拿出來 到了一個很適合的時機 他就會拿出來用的了 有一次我們去西班牙全家去旅行 我跟他兩個就自己去散步 他就說 因為我們在西班牙 他就問媽媽 I know you are the only one who don't speak Spanish 是呀你又對 這裡全部人都說Spanish 你真的慢慢不說 然後她說 And爸爸 is the only one who don't speak Chinese 我都對 那Sophia呢 她說 I can speak all of them 即是她知道 其實她的使命就是 她要 可能將來做我們翻譯 她知道自己在學 她身邊包圍著這幾種語言 我發覺我女兒是很喜歡跟我們 匯報她做了什麼 或者她在做什麼 我覺得很大的程度是因為 我們經常跟她匯報我們做了什麼 所以我們建立了這個溝通的一個模式 所以她回到學校放了學 有時候我們問她 你到底做了什麼 她就好像我們平時跟她說 我們今天做什麼 她又告訴我 所以我就會知道她學校的 老師所有的名字 她的同學的名字 然後誰同學懂誰同學 誰同學又怎樣怎樣 其實我也聽過很多 我不用怕 其實每個小朋友都長得很快 而且是你追不上那麼快 戴得快是我們要接受的事實 但是最重要是她成長的過程 是開心、快樂 還有跟父母的關係是密切的 這樣就好了 歐巴媽手機應用程式推出了 除了第一手育兒及聲嚇資訊 還為你搜羅不同地區的親子好去處 及興趣班情報 快點去Google Play 或App Store免費下載 成為自勵自潮的超級巴媽啦